在观看了50分钟的试玩影片后 黑道圣图目前所展现出的素质 让我对本作伸出了相当高的期许 就像大家所期待的那样 Volition工作室在这次的重启制作中 加入了天马行空的幽默和大沙四方的乐趣 本作中很明显能看到许多前作的影子 但得益于大量新要素的加入 本作也完全不像是简单回锅翻炒的冷饭 黑道圣图带大家回到了那个 纯粹讲究乐趣的开放世界游戏 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年代 游戏丰富的自定义选项 一上来就吸引了我的目光 玩家的角色 载具 武器库 基地等等 都可以按照玩家的想法随意设计 载具的自定义系统看起来尤为强大 包含了从车身颜色到车辆底部的霓虹灯条 等一系列繁多的自定义配置 游戏的捏人系统也十分丰富 基本上只要是你能想象出的人形生物 你都能通过这套系统捏出来 不仅如此 你可以在游玩过程中随时更改角色的外观 只要打开游戏内的电话菜单 就可以随时随地进享世界一流水准的整形手术 不知为何 这个过程让我有点想起了模拟人生 你创造一批自定义角色 把他们放进房间里 再在脑袋里给他们脑补出一段剧情 只不过比起模拟人生的安静祥和 黑道圣徒总体的调性则要混乱罪恶的多了 黑道圣徒的原型是美国西南部 整个世界色彩鲜亮 生机盎然 游戏的主城区 顺多一列索 则是这种活泼风格的典型代表 当你漫步在街头之上 你的身边突然蹦出的各种小插曲 会让你深切感受到这一点 有时候不知从哪出现的一支街头乐队 会突然开始演奏 甚至你也可以选择从兜里掏出一把吉他 给路过的NPC献歌一首 或者给他们狠狠来上一棒锤 这是这种半写实半搞怪的风格 让黑道圣徒的风格显得如此独特 游戏不仅仅鼓励你在这个沙盒里大肆搞破坏 很多时候甚至要求你这么做 本作的整体风格大概介于黑道圣徒2和黑道圣徒3之间 既不像二代那样严肃灰暗 又没有三代那么离奇搞怪 从我听到的几句角色对白和玩家NPC的互动台词来看 这游戏给了我不少看门狗2的感觉 虽然有些人可能对这种内容不太感冒 但作为看门狗2的粉丝 我认为这是一个优点 本作的黑道圣徒的乡村元素 可能比你想象得要多得多 比如这种点缀着各种人类活动的大片荒漠 这些沙漠的世界效果不错 撞碎路边仙人掌石带起的沙土飞扬还是很养眼的 这些大片的开阔地区 正是本作的载具大显身手的机会 本作重新设计了驾驶系统 手感很明显接近了同类型的其他游戏 2000年代中期的游戏 时常会大大咧咧地把同期大二的游戏机制 照搬进自己的游戏 这个传统在黑道圣徒里保留了下来 通过横向飘移撞开其他车辆这种设计 很明显受到了PSR时代的burnout 火爆狂飙的影响 而从高速急驰的车里一跃而出 接上一段炫酷的翼装飞行 再劫持下一辆车 这种套路则来自正当防卫系列 我甚至还看到了回到未来风格的悬浮滑瓣 黑道圣徒系列的一大特色 就是各种稀奇古怪的武器选择 而本作也不例外 我看到了能够无视墙壁穿墙射击的枪械 有从指尖发射子弹的泡沫大手枪 我最喜欢的武器则是Frostbuster 它是一种能投掷出去的足球 它会粘在敌人身上把它们送上天 再化成漫天的星火 包括那些传统武器在内的每一种武器 都拥有可以解锁的特殊能力 比如按下一个按键 就能把一把普通的小手枪 变成能够哒哒哒连续开火的冲锋手枪 游戏的动作风格也是经典的卡通浮夸 但看起来十分流畅 捡起敌人的武器把它干掉 纵身跳进一辆路边的跑车逃之夭夭 再爬上车顶干掉前来追击的敌人 这一切看起来都十分酷炫 子弹击中敌人的时候 有点像打在海绵上 而且敌人通常都需要好几枪爆头才能干掉 虽然看起来有些离谱 但这也一直都是黑道圣徒系列的魅力所在 游戏内可解锁的内容看起来十分丰富 比如各种动作招式 这个名叫Pineapple Express的招式 能让玩家把手榴弹塞进敌人的嘴里 再扔回敌人堆里 此外还有一些技能和能力值 让你能够更加深入的定制游玩风格 游戏的战斗多样性也不错 不同的敌人阵营拥有不同的战斗方式 以及独特的Boss 从我目前看到的情况来看 黑道圣徒的随机事件和其他的开放世界游戏差不多 比如炸开街头随机出现的运钞车的门来抢劫钞票之类的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设计好的流程支线任务 主线任务也是经典的开放世界打打杀杀风格 各种追车和射击 中间再掺杂一些爆炸的大场面 比如借来一架武装直升机 把敌人的据点炸开花 然后飞机降落 你亲身闯入爆炸后的现场 清扫剩余成员 扩张你在城市里的视力 还有一些模式能让你直接把剧情抛在脑后 享受纯粹的乐趣 其中一个叫做Mayhem的模式 需要你在一定的时间内造成尽可能多的伤害 这就是最纯粹的黑道圣徒的乐趣 此外 看起来你大部分游戏时间都会花在清理其他帮派上 游戏的主要目标是完成14个危险任务 每个任务都有独立的一系列目标 完成这些任务可以让你解锁新的游戏自定义选项 游戏机制和游戏模式 比如黑道圣徒系列经典的保险诈骗小游戏 游戏的四处还分布着各种收集品 其中的一部分可以用来装饰你的基地 一些收集品为这游戏加入了一些风味 也让玩家能够亲手为游戏加入一些自己的个性 另外的好消息是 黑道圣徒的内容很多 而这些内容都可以通过多人合作来完成 尽管在8月23日的发售日来到之前 没有人能够知道这些零零总总的内容 最终能否让本作成为一款经典之作 但从我目前所看到的内容来看 黑道圣徒是对系列经典的强势回归 希望最终的游戏也能这么让我怦然心动吧